來當唱片行 現在不少的李文粉絲都會說 想要趕快來收集一張 關於李文的音樂作品 不管是卡帶或者是CD 不過現在如果你想要收藏的話 這間唱片行是買不到了 因為老闆說現在暫時下架 大家買回去 有些人買了可能是為了炒作 或是烘台 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先緩一下 無論是店內庫存或是網拍 業者公告所有的李文商品都下架 值幾張 我那時候是聽古典的 都能夠感覺到那個街頭像 都是滴答滴跟好心情 七月底就是重新復刻的時候 再來滿足所有的朋友們 唱片公司會印一些宣傳品 然後我們就是客人來結帳的時候 不管就印三個客人 李文的歌真的那個時候是獨一無二 回想當年幾乎人手一張李文CD 而如今李文過去作品詢問度在飆高 其實來到連所有唱片行 現在李文Coco專輯也都找到了 滿多人來詢問的 專輯買不買得到 還買得到什麼專輯這樣子 還來不及登上熱銷排行榜 就清空庫存 歌迷也措手不及 收藏他的滴在滴 先去看網路上看 電影比較快 可是一定都是被秒殺 歌迷重溫李文作品 串流平台單曲日榜李文的歌曲 至少有十首歌 擠進前20名內 今天到永遠MV導演李鼎透露當年 與李文互拍V8 對方即便是天后 仍希望以家庭錄影帶方式 樸實呈現與歌迷點滴 他只要說記得要謝謝公讀生 他看的不是只有對面的 看他看的是群體 我覺得還是讓我看見 他那個腿的差別的那一刻吧 他跟我說我是天生的 對 我如果是天生的 我就是接受這一切 李文還露出長短步一的腿 兩人搞笑相互勉勵 如今都成為心中美好回憶 TVBS新聞綜合報導